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POWER OF THE PRIMES TITAN CLASS PREDICANT PART 2 那PART 2呢就是各位最期待的合體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每個成員的變形步驟吧 首先是這個Dive Bomb 那這一組的合體並不像以往是以一大四小或者是一大五小的組合方式 每個成員的大小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Dive Bomb算是一個關鍵 因為它會分別變形成為左手以及腹部的部位 首先把它的兩隻手把它鬆開來往前放 接下來要把它的翅膀與身體分開來 具體的做法就是把它往下抽 抽出來之後就會有兩個部件 首先我們先來處理這一個,這一個會形成左手 利用這邊的關節把這塊黑色的部件把它鬆開來 然後把這兩片把它轉到正面來合在一起 鳥的頭把它拉出來放到前面來 然後把它的腰旋轉90度到這個位置 腳趾頭收起來 接下來拿出它所附帶的拳頭 兩腳把它稍微的分開來 腳的裡面有對應的卡扣 把這個拳頭扣起來 那官方的說明書呢叫你變到這邊就完成了 但是說明書是有一點錯誤的 這邊的卡扣你必須把它鬆開來 然後利用這邊的雙關節把它整個的移到前面去 在兩側都有個凸 裡面有相對應的卡扣點 把這個凸跟凹做一個結合扣起來 我認為這樣子才是正確的變形方式 那它的左手呢就變形完成了 拔下來的這塊翅膀把它的翅膀往下折90度 翻到後面來 這邊有兩塊面板 把它打開來 然後在內側這邊有一個卡扣把它扣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扣起來 接下來把下面這塊黑色的部件把它旋轉90度 轉到正面來 翅膀把它往上抬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那這個黑色的翅膀也可以把它打開來 那合體之後的腹部就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看到Headstrong Headstrong是會形成它的左腳 首先把它的頭旋轉180度 然後把它往上抬 接著把它的後腿收到裡面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然後把下面這塊合體的關節整個的把它往上抬 裡面這邊還有一個關節把它整個的抬起來 抬起來之後把上面這一塊旋轉90度到這個位置 接著再逆時針的把它往下轉 前腳的部份把它往下放90度 兩邊都是一樣 然後利用黑色這塊的關節把它往內轉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放成這個樣子 這邊是沒有明確的卡扣點 接下來把它轉到正面來 拿出它所附帶的左腳腳底板 把腳稍微分開一點 裡面有兩個洞是對應的卡扣點 把這個左腳底板呢把它夾起來 安裝可以說是非常簡單非常輕鬆喔 稍微測試一下接地的方向對不對 那合體之後的左腳呢也就變形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看到Rampage Rampage是會變形成為它的右手 首先把它的武器把它起來 滴滴到旁邊去遠遠一點 接下來把它的腰整個的往下轉90度 具體的做法就是直接的把它拉開來 在這邊有一個卡扣把它扣起來 後腳把它收到裡面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接下來把旁邊這塊東西利用它的雙關節移到下面來 另外一邊比照辦理 前腳的部份在這邊有一個卡扣把它鬆開來 鬆開來之後把它整個的放直 黑色的腳這邊有一個凸 對應紅色這邊有一個洞 把它扣起來 另外一邊鏡像變形 然後把它的手往下轉90度 利用肩膀的雙關節把它往上移 後面這塊東西呢把它往上折 旋轉180度 腰的部份在逆時中轉90度 接下來拿出右手的拳頭 兩腳稍微分開一點 找到對應的卡扣把它扣起來 那右手的變形過程呢也就大功到成了 接下來我們看到Rosal Cloud 首先把側面這塊面板把它打開來 兩邊都一樣 接下來把它翻到下面來看 肚子這塊部件把它打開來往上攀90度 接著在這邊有一個卡扣點 把它鬆開來 鬆開來之後呢就可以把它的大頭 給它翻出來外面 然後再把它扣回去 大頭在這邊有個卡扣點 把它扣起來 前腳的部份把它往後放 然後在腳後跟這邊有個凸 對應黃色這邊有個洞 把它扣起來 黑色這塊部件把裡面的卡扣鬆開來 槍管指到正前方 再把它扣回去 兩邊鏡像變形 後腳的部份把腳掌往前頂就可以了 那胸口的部份呢就變形完成啦 最後我們看到Torox Torox會變形成為合體之後的右腳 變形過程跟Strong Head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我們就直接的跳過 腳掌的安裝也是非常的牢固 稍微測試一下它接地的方向 那它左腳的變形過程也就大功告成啦 接下來就是大家最期待合體的時候啦 首先把胸部與腹部結合起來 在胸部的裡面 這邊以及這邊是結合的點 裡面這邊有一個滑槽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黃色的凸要扣到這個裡面去 利用這個滑槽把它往前推扣起來 接著把它翻到背面來 兩隻腳呢直接把它放到這個裡面去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來結合它的左手 在這裡有一個滑軌 對應這裡 把它滑進去 滑進去之後在後面這邊 這裡有一個凸 翅膀這邊有一個洞 把它扣起來 兩隻手鏡像結合 接下來腳的部份 胯下這邊有對應的結合點 直接把它滑進去就可以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稍微的把它調整一下 那它的合體過程呢 就大功告成啦 合體過後整個尺寸是超級巨大的 身高總共有45公分 全身的四肢比例細節刻畫 看起來也是相當的正點 我非常喜歡它合體之後所呈現出來的效果 造型上也帶著濃濃的G1風格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拿出一樣是Titan Class的大力神出來比較一下 兩隻擺在一起身高來說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就美型度而言我個人覺得Predekin表現的是比較好的 我個人覺得無論是單體或者是合體之後的形態 都比之前這款大力神進步了許多 那接下來我們再拿出Leader Class Combiner War的Megatron出來比較一下 擺在一起各位就可以明顯的感覺出來這兩款有多大隻了吧 擺在展示櫃裡面可以說是非常的佔空間 但是非常的吸睛 可動性方面頭可以左右360度也沒有問題 翅膀可以往前往後 黑色這一塊也是可以收起來的 手臂平舉可以到這個程度 使用的是一個齒輪關節 360度也是沒有問題但是會被後面的翅膀給擋住 用的也是一個齒輪關節但是稍嫌鬆了一點 我這一隻另外一隻手這邊是比較鬆一點 二頭肌可以旋轉 手肘彎曲 哎!這個拳頭有時候會掉 尤其是這一隻手比較容易掉 二頭肌彎曲大概可以到這個角度 拳頭可以旋轉 手掌可以打開 腰也是有腰轉的 腳往前踢是齒輪關節 支撐力度還不錯 膝蓋彎曲也是齒輪關節大概可以到90度 往外是齒輪關節可以到劈腿的程度 支撐力度也還不錯 往後可以到達非常大的幅度 大腿可以旋轉 腳底也是有一個非常大的接地幅度 可動性方面我個人覺得是相當不錯的 以這麼大的尺寸 一些大開大殼 華麗的戰鬥POSE 以及跪姿都是可以做的出來 關節緊實度方面 除了右手這邊的關節鬆了一點 其他的關節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它所附帶的這兩管砲 是可以安裝在肩膀上面的 尾端都有個凸 然後這一塊是可以活動的 對應背後這邊都有個洞 有凸有洞就把它督進去就對了 督進去之後這個可以調整角度 這兩管槍也是可以做一個結合的 在這邊有些對應的卡扣點 扣起來就好了 然後在下面這邊有個凸 對應手臂這邊有個洞 武器你是可以把它安裝在這邊的 安裝上這些武器我個人覺得是更好看更加分的 那這些武器身上有洞你都可以給它督 愛督哪裡就督哪裡 石頭裡面的Matrix一樣是可以打開來的 那這一點我個人覺得也是蠻加分的 那這款Power of the Primes Titan Class的Predaking 以單體來說我個人覺得表現的並不出色 但是合體之後整體來看 我個人是相當喜歡的 無論是它的體態或者是它的可動性 以及把玩起來的爽度 我都是給予蠻高的評價 比起上一款Titan Class的大力神來說 我個人覺得也進步了不少 缺點來說我個人會建議在每個單體有些空洞的地方 加上一些蓋板 把人物的美形度以及完整性再提高一點 除此之外就沒有什麼好抱怨的地方了 那今天這款Power of the Primes Titan Class Predaking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的名字是OptimusPrime 我們是自動物的自動物理由 從世界上的Cybertron 我們是自動物理由